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講撤反軍隊的方法 在街頭革命當中撤反軍隊的方法 我們以前曾經講過街頭革命的原理 就是以民意動搖軍心 以民變促成兵變 和過去武裝革命的套路不一樣 武裝革命的套路是以民兵攻擊官兵 然後消滅官兵之後就把救政權消滅掉 現代社會因為軍隊他們的武器太先進了 訓練太有系統了 所以說正規軍他們的武力比一般的民兵要強大很多 所以很難用民兵把他們消滅 而且現代社會整個價值觀、政治文化也變了 大家都崇尚和平 用和平的政治戰爭、心理戰爭 不葬而屈人之兵、不葬而得人之兵 把本來是應當屬於老百姓的人民子弟兵 再把他奪回來 讓他們站到人民一邊來 這就是現代街頭革命的辦法 現在委內瑞拉正在爆發一場街頭革命 這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戰力 讓我們來分析、讓我們來學習 讓我們來學習他們的經驗 也吸取他們的教訓 裡面做的好的我們就學習 做的不好的我們今後就要避免 那現在委內瑞拉這場街頭革命 就已經進入了街頭革命的 這個最後的那個最關鍵的那個階段 就是爭奪軍心的階段 舊政權馬杜羅這個獨裁者和新政權的 和這個新的革命陣營 現在正在爭奪這個軍隊的支持 現在已經到了白熱化的階段了 政治戰已經到了白熱化的階段了 那舊政權這方面做了哪一些動作呢 首先馬杜羅他把他這個軍隊裡面的那些高級將領 一部分高級將領包括這個國防部長 他們那個國家跟好多這個文明國家不一樣 軍人可以當國防部長的 這是不一樣的 你像在美國歐洲這些國家 國防部長都是文職的官員 他必須是文職的 至少是他要從軍隊裡面退了休之後 才能擔任國防部長的 但是委內瑞拉在上一任總統查維斯這個期間 他為了更好的掌控軍隊 他就把這個軍隊的人也把他們安排為部長 所以這個國防部長領著一批將領 在總統府跟他宣誓效忠了 這是一個方面高級將領 他就覺得現在這些高級將領已經對我宣誓效忠了 那麼這方面他現在就比較放心了 但是這種放心是錯的 等一會我再來講 在中下層的官兵裡面 他採取的是什麼動作呢 兩個 第一個他是參與那些官兵的演習 跟他們一起跑步 他們那種演習不是真正的那種像美軍俄軍 或者甚至像中國所謂的人民解放軍一樣 那種這個實槍實彈的演習 就是大家做做樣子擺一擺知識 然後大家一起到操場上去跑一跑步 但是這麼一照片一出來 新聞一出來 就感覺到這整個軍隊是在支持馬杜羅的 製造了這麼樣一種氣氛一種輿論 第三個他就是派了一些核槍實彈的軍人 到街上去巡邏 到全國各地的街上去巡邏 這就像老百姓表示 你們要是想上街 想這個推翻我的政權 我們軍人是站在我這一邊 就隨時都可以鎮壓裡面 也是造成了這樣一種輿論 造成了一種這個一種現象 或者是一種假象 那在反對派這一邊他們做了哪一些動作呢 首先是這個反對派的臨時總統瓜伊多 向軍人喊話了 但是我認為這個喊話 主要是針對的是軍隊的高層的將領 他喊著什麼呢 他說現在你們如果是站到我們一邊來 我們要給你們提供特色 為什麼這麼說呢 過去從查韋斯前總統和現任的這個獨裁者馬杜羅 他們怎麼樣攏絡軍隊呢 他們跟中共攏絡軍隊的方法非常的相似 他們就是用貪腐的方法 因為他們把很多的企業 尤其是那些國家經濟命脈的那些企業 都收歸國有了 實際上就是收歸官有了 然後呢 再把軍隊的這些高層將領啊 他們的親旗啊 這些他們的這個親信啊 都安排到那些企業裡面 這是一個方面 同時呢 因為他們政府掌握了絕大部分的這個國家的財富 所以說他們用這個錢呢 可以對軍隊進行腐化 拉攏他們腐蝕他們 讓他們呢在裡面的腐敗 悶聲發大財 跟江澤民一樣 這樣呢 軍隊的將領呢 就跟他們綁在這個一起了 綁在一個戰車上面了 上了一條船 一條賊船了 現在想下船 大家都心裡面呢 都在想 如果我下船了之後 今後會不會被審判呢 我下半輩子 會不會在牢裡面渡過啊 甚至是會不會槍斃啊 那麼有這種擔心 就不利於他們呢 這個 反叛 不利於他們的化辯 不利於他們站到人民一邊 所以 反對派的 他必須得跟他們喊話 說是我們給你提供 特色 這是 有沒有效呢 我相信呢 一定有一些效果 但是這種喊話呀 還不夠 還不夠 太簡單粗暴了 那在軍隊中下層方面呢 反對派這個做得非常的少 實際上啊 現在是有個非常好的機會了 非常好的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總統啊 這個舊總統馬杜羅 他已經把軍隊派到個街道上面了 這就是把軍這個中下層的這個軍人呢 完全暴露在反對派和這個民眾的政治公視 心理公視之下 這個時候啊 撤反中下層這是絕好的時機 等一會我們再來講 怎麼樣 在這種是利用好這個時機 來撤反他的軍隊的中下層 那麼 另外還有一個方面 撤反軍隊的呢 就是國際力量介入 現在呢 雙方都有一些這個鐵桿的支持者 舊政權的這個獨裁者的鐵桿支持者 就是俄國啊 中國啊 這些國家 俄國現在 據說是已經派了一批僱傭兵到達了委內瑞拉 要給這個馬杜羅提供保護 有一些說法呢 是幾十個人 有一些說法是幾百個人 而且他派的這些這個僱傭兵呢 或者是志願軍呢 那肯定是頂尖的職業軍人 他們只不過是打著這個志願軍的晃子過來的 這些人呢 肯定是特種部隊 肯定是訓練最好的這樣的一些人 戰鬥力最強的 他們如果到了委內瑞拉 站在了舊政權一邊 那麼他們會給舊政權打一劑強心針 告訴他們不怕 軍隊如果是劃變的話 有我們在這裡 那個俄羅斯的幾百個人呢 可能要抵委內瑞拉的幾萬個人 南美洲的這些軍隊啊 他們的戰鬥力 那這是非常的非常的稀鬆平常的啊 另外一方面呢 美國 美國呢 也在這方面呢 下足了功夫啊 首先呢 他是這個策反了一個駐美的高級武官 那麼更有意思的是啊 前兩天啊 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 在出席一個會議的時候 他帶了一個筆記本 筆記本上面呢 他故意的給這個記者看了 上面寫了一行字 這行字啊 說是要派五千美軍到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就是委內瑞拉的一個民國 哥倫比亞的政府啊 也是支持委內瑞拉的反對派的 那麼派五千美軍到哥倫比亞的鄰國 這就把俄羅斯的那個幾十個幾百個僱傭兵呢 他們的那種力量啊 就完全給抵消了 五千個美軍可以很少 委內瑞拉的十二萬十三萬的軍人 這個大家一定要相信 所以說這個對那些 站在馬杜羅這一邊的這些軍人呢 對他們是一個極大的威懾 到底派了沒有 現在我們現在也還不知道 應當還沒有完成這個派遣的任務 但是一旦派遣過去啊 委內瑞拉的軍隊 那麼就會置於美國軍隊的嚴密的這種監視之下 讓他們呢 不敢亂動不敢呢 像中國這個八九年的那些軍人一樣 聽命於獨裁者去鎮壓人民 因為他們如果是鎮壓人民的話 美軍啊 甚至是還包括周邊國家的那些啊 啊這個軍隊 他們就會直接開軍去委內瑞拉 對他們呢 進行懲罰 這就是現在雙方較量的一個基本的一個啊 概況 好 2013年呢 我們出版過一本書 書名叫做變局冊 其中有一章就是專門系統的闡述了撤反軍隊的方法 當然是在街頭革命的這種環境下啊 大背景下撤反軍隊的方法 總體來講呢 撤反軍隊啊 有四大原則 就是啊 動之以情 小之以理 首先呢 要讓他在情緒上面 要在感情上面 站到人民的一邊 那麼 然後呢 告訴他們 民主自由 民主憲政 這是歷史的大趨勢 誰也擋不住 你現在 不趕快站到這個歷史正確的一邊 那麼就會被歷史的洪流啊 所以席卷而去 最後灰飛煙滅 這是小之以理 最後呢 是 幼之以利 人 很多人都是利益的動物啊 你要告訴他 你要是跟著這個反對派走 你們有哪一些好處 最後還要誠之以害 如果是你跟著這個獨裁者 一直王抗到底 賦予王抗 你們最後啊 會得到什麼樣的下場 這就是四個方面 動之以勤 小之以理 幼之以理 成之以害 那麼還有分兩個層次 軍隊的高層降臨和中下層的官兵 對他們這一不同的層次的人 撤反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軍隊的高層降臨 你主要是啊 要幼之以利 成之以害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批人呢 爬到這麼高的地位 他們都是心機非常重的 他們的感情是不會啊 影響到他們的決定的 那麼他們也不會講道理的 這一部分人 尤其是在一個專制政權裡面 爬到高位的人 他們一定是昧著良心上去的 這一批人呢 你跟他講大道理 那是講不通的 他們沒有信仰 所以沒有辦法跟他這個小之以理 動之以情 那麼最主要的就是要幼之以利 成之以害 讓他們知道 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對他們自己是有利的 站在錯誤的一邊 對他們呢 是非常不利的 最後可能會啊 這個史無葬身之地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講呢 這一次這個委內瑞拉反對派 和這個美國 對委內瑞拉高層降臨的這種喊話 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會有一定的作用 他們是說你們趕緊 趕緊現在站到反對派一邊 我們會給你們提供特色 但是呢 還有一點不足 這個利益啊 對他們來講 稍微少了一點 這個害處 也沒有跟他們講的非常的明顯 如果是他們繼續跟馬杜羅 為非作呆 鎮壓人民的話 到底會有哪一些害處 也沒有跟他們講的很明白 所以這個瓜伊多的 無論是瓜伊多的這個 對軍隊的 正式的喊話的那一篇講話 還是美國政府的這些官員 包括川普 包括這個國家安全顧問 他們呢 做的一些明示或者是暗示 都是分量都不夠 必須得有非常好的這樣的一個携手 來把這一整套的理念 跟他們表達清楚 讓軍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 那如果是我們呢 這一次做錯了決定 會有什麼樣的這個不良的後果 如果我們做出正確的決定 他們會給我們什麼樣的利益 利益這方面呢 如果是僅僅是給他一個特色 給他一個政治庇護 將來呀可以在美國 在其他的歐洲國家海邊上養老 這是那個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 給他們描繪的圖景 說你們呢 趕緊現在做個決定 將來呀 在 離開一個委內瑞拉比較遠的地方 在一個海邊沙灘上面 你們有自己的豪宅 有享受不完的金錢 安安穩穩的 太太平平的 過下半輩子 這是美國給他們描繪的一個圖景 那這個呢 可能還不夠 還不夠 還要再繼續增加一點 可能有一些軍隊裡面 有一些人還有政治圖謀的呢 是他還想在未來的這個軍隊 或者是未來的這個民主體制下 做一些貢獻的呢 那你要也要給他們一個出路 所以在這方面做的還不夠 那麼層次以害這方面呢 就做的更不夠了 必須得告訴這一部分人 你們如果是 跟聽從馬杜羅的指揮 來鎮壓人民的話 來屠殺人民的話 那麼你們要想清楚了 馬杜羅這個政權 到底會堅持多長時間 你們可以想像一個政權 能夠把這個國家 這個摧毀到這樣的程度 糟蹋到這樣的程度 他能夠長久嗎 全世界這麼多的國家 這麼多的大國 包括委內瑞拉人民 絕大部分都在反對這個政權的時候 他們能堅持多久 你們如果是跟一個沒有前途的政權 為他賣命 為他做壞事 雙手沾滿鮮血 那麼你們今後的下場 自己想過沒有 你們為你們自己 為你們自己的家人 為你們的子孫後代想過沒有 要把這些道理講清楚 讓他們聽了下一聲冷汗 讓他們呢今後在開槍的時候 手都顫抖 沒有辦法把手放到那個扳機上面 這才是達到了宣傳的效果 除了對軍隊高層的這個公開喊話之外 私下的接觸也是必不可少的 現在美國政府和這個委內瑞拉的反對派都承認 跟軍隊高層將領有接觸 像雙方談的還不錯 因為我們不知道具體情況 現在沒有辦法評論 那麼對委內瑞拉軍隊中下層官兵的策反 做的怎麼樣呢 在這方面呢 我覺得美國和這個委內瑞拉反對派 還需要大力的加強 在這方面做的相當的不夠 就拿他們的公開喊話來說 基本上就沒有針對中下層的官兵 他們針對的主要是高層的將領 因為這個特色啊 什麼政治庇護啊 這只對高層將領起作用 因為貪污腐敗的啊 犯罪的都是高層將領 中下層的官兵都是當兵吃糧而已了 沒有多少機會啊去作惡 除非是他們參與了大增壓 這個還沒有還沒有正式開始 所以在這個時候啊 對中下層官兵的喊話非常的重要 那動之以情小之以理 現在是非常的容易啊 因為中下層的官兵 他們是來自於人民的 是來自於社會各個階層的 尤其是中下階層的 他們的感情 他們的利益 是和人民是聯繫在一起的 那麼現在民意已經動了 再動搖 以這個民意為基礎 來動搖他們的軍心 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反對派現在需要一些啊 非常好的寫手 來寫一些習文 來寫一些向軍隊喊話 這樣的文章 然後呢 這個反對派的領袖 要經常性的 要經常性的 不間斷的 對中下層的喊話 那麼另外一個方面 還要有私下的接觸 現在馬杜羅政權 不是把大量的軍人 派到街上去巡邏了嗎 鶴槍實彈了嗎 這就給人民和軍隊之間接觸啊 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條件 軍隊如果是 像中國過去那個六四之前一樣 大部分的那些軍隊啊 都在軍營裡面 不讓他跟市民接觸 跟學生接觸 那麼我們很難影響他們 當他們被關閉起來 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裡面 他們就容易被政權洗腦 那麼現在呢 委內瑞拉不是這個局面 他們已經被派到了大街小巷 跟人民有接觸了 這個時候 反對派就要發起一個 撤反軍隊的攻勢 怎麼樣做呢 具體的方法呢 有這麼幾種啊 第一個就是在全城 只要有軍隊巡邏的地方 就要啊 書寫反對派的標語 畫這個反對派的政治符號 讓軍隊啊暴露在這個 人民政治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讓他們走到任何地方都感覺到 啊人民是一邊倒的 在支持這個反對派 在反對這個救政權 這樣對他們心理上啊 造成一個強大的衝擊 人都是從重的 有從重的心理 他們總是想跟著大多數人走 他們總是認為大多數人走的那個方向 就是正確的方向 軍人也是一樣 我們就是要通過這種公式 讓他們知道啊 這就是大多數人 正在選擇的方向 讓他們跟著走 那第二個呢 就是要派遣一些人 去跟那些軍人呢 要進行接觸 給他們講道理 給他們呢 這個要打動他們 從感情上面打動他們 那麼派什麼人呢 大家一定要記住啊 一定不要派那些啊 年輕氣壯的啊 那些小夥子 年輕人 雙方容易插槍走火 派什麼人呢 首先是這個大姑娘小媳婦 因為他們是要用柔性的政策 要用柔性的手段呢 來化解這個軍隊的這種啊 暴力之氣 那麼軍人肯定都是 年輕的男性了 那麼你派遣這個女性過去 跟他們講話就容易得多 他們就沒有那種啊 敵對的意識 沒有那種啊警惕的意識 大家一講 然後那些女性 就跟他們講講道理啊 在感情上面打動他們呢 告訴他們 舊政權做得如何的不好 我們現在如何的苦啊 是不是 你們也是有家人的啊 你們也是有兄弟姊妹的 你們願意看著他們 為這個舊政權在這受苦嗎 那麼舊政權還想 要讓你們來屠殺我們 那麼你們千萬不能做啊 一定要槍口朝下呀 很多人在這樣的一種啊 這個街頭革命的這個大背景下 是非常容易被說服的 有一年這個俄羅斯變天的時候啊 葉里欽跳上了一個坦克啊 公開的演講 號召這個老百姓呢 都來啊 都到廣場來舉行抗議來支持他 那麼這時候一下子就來了 一大批人 其中有一批啊 就是俄羅斯的大媽 這批大媽呀 戰鬥力啊 爆表非常的厲害 他們怎麼戰鬥呢 他們就是跑到那些 這個全來鎮壓的那些年輕軍人的 那面前呢 告訴他們說 小伙子回去 你媽媽就在找你啊 我就在找我的兒子 他在哪裡 一定要讓他回去 用這樣的一種方法 來撤反這個軍隊的中下層 非常的有效 如果是一開始這麼做的話 那就會把馬杜羅啊 就讓他呀 這個吃不了兜著走 就會讓他呀 這個左右為難 不派軍隊嗎 那反對派 那不是大街小巷 天天都在舉行盛大的集會嗎 如果派軍隊去 又暴露在人民戰爭的這種汪洋大海之中啊 軍心又被瓦解 這一招一做出來 他們一定是失敗的 前面所講的 無論是公開的喊話 還是私下的接觸 這都是啊 一個撤反軍隊的過程 都是一種鋪墊 那麼最後 我們還需要軍隊啊 站出來明確的表態 要逼迫他們明確的表態 軍隊和普通的人一樣的 在面臨重大決策的時候啊 始終是能拖一天就算一天 因為啊 大家對自己這個決定的正確心 都有一些啊 不確定 在這種情況下 能拖就拖 但是 反對派不能讓他們 我們永遠的拖下去 當我們覺得 民意已經充分動員起來的時候 軍心已經呢 基本上動搖的時候 這個時候啊 我們就要勇敢的出擊 要逼迫著軍隊表態 怎麼樣逼迫軍隊表態呢 我跟大家講幾個例子啊 第一個呢 是烏克蘭 在2014年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爆發了一場 這個顏色革命啊 要推翻那個清俄的那個總統 亞魯科維奇 那麼他們在街頭啊 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博弈 差不多有一個月的博弈之後呢 最後民意整個動員起來 他們覺得不錯了 這個時候啊 他們就向總統府進攻 向進攻總統府 包圍總統府 這個動作啊 就逼迫著軍隊 你必須得站隊了 必須得決定 你到底是啊 站在這個總統的這一邊 還是站在反對派的這一邊 因為包圍了總統府 衝進了總統府 那總統府就得逃跑啊 你一逃跑 軍隊沒有鎮壓 那你這個政權就完蛋了 如果是軍隊鎮壓了 那麼就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說這種動作 就是逼迫軍隊表態的 那菲律賓86年的革命 也是同樣是如此 反對派啊 鋪天蓋地 從全城四面八方的 就雍向總統府 在離總統府還有100米的時候 那個時候啊 最後馬克思扛不住了 他軍隊裡面 有一少部分的這個 亡固派說 我們一定要這個動用武力鎮壓了 馬克思一看 這怎麼鎮壓嘛 大部分的軍隊 80%的軍隊 都已經站到對立面去了 那你如果用20%的這種軍隊武力啊 來鎮壓老百姓的話 那麼只是把自己啊 推向了懸崖 把自己推向墳墓 那何必要做這種賦予王抗的 這種無效的反抗呢 馬克思說 堅決不能動 你給我聽好了 不能動啊 最後當老百姓離總統府還有100米的時候 他登上了美軍跟他提供的直升飛機 出國避難去了 這就是啊 逼迫軍隊表態的這樣 一種方法 那麼委內瑞拉什麼時候能夠逼迫軍隊表態呢 我們現在看起來似乎條件還不夠成熟 現在民意啊 還沒有這個充分的調動起來 至少是還沒有充分的表達出來 民眾還沒有組織好 同時呢 對軍隊的這個軍心的動搖 現在也是剛剛開始 所以說可能還需要一段的時間 如果是做得好的話 做得好的話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也就夠了 但是按照這個南美洲人啊 這種拖拖拉拉的這種做法呀 再拖幾個月也不足為奇呀 所以說我們大家現在就接著就看 接著就觀察 好那今天呢就講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再講另外的關於街頭革命的話題 謝謝大家再見